大家好 我是蔡台台 我是林口三井Outlet 的VIP 今天呢來到林口三井Outlet的餓館 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的情況底下 我們發現餓館已經悄悄的是營運 對 今天本來計畫我們是要去拍別的地方 結果樓虎 所以我們想說那不然我們來走走看看 這個首先一進來左邊這個popmart 就是在賣一個那個公仔 昨天這樣排到外面去耶 林口三井在統計裡面 它是這麼多個景點裡面 人數排行榜第一名 林口三井 我們想的那個蛋水排排第三名 今年一到七月份進來的人次已經達到五百多萬 所以表示說林口三井你看起來它是一個很冷靜的 它不像把握公司那種很廝殺的 可是卻是非常多人喜歡來 你一直講話都不讓我講話 好 那前面我們來看這個 欸現在很多的那個大商場開都開Muji齁 欸我覺得那個Muji他們Model穿起來很好看 可是穿在你自己身上就很醜 穿你自己的怎麼穿到我自己 他說總共呢新增了一百個品牌 它舊的管是兩百個 所以總共是三百個 那這裡是八千坪 這如果帶孩子也是蠻好溜的 欸我覺得三井好處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那個走道什麼都很寬啊 走起來都蠻舒服的 欸廁所也蠻多的 這一套可以打包幹什麼 喔現在已經秋冬送了齁 那這個這個穿起來 蠻白又吃得很好 Muji的深色牛仔褲穿了之後會鬥醒 欸有的時候尤尼骷髏也會啊 就是你抓癢抓抓抓抓抓 你看那個指甲上面是藍藍的 好啦各位我們沒得罪太多廠商 所以這個Muji呢它也是很大 然後商品的東西也都是很多 但是賣的東西大堂小異 只是說它提供了一個很寬敞的購物空間 一樓就擺電器齁 欸上次我買一台這個我快氣死了 這是G9嗎 我買G8 買完真的是G8 我買那個螢幕很讚的欸 因為很長的然後解析度什麼都蠻好 最重要是5個股 一台要5萬塊 然後用沒多久就賣給人了 一進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HOLA 家式的HOLA 然後這邊就是阿卡將 欸本來在山井沒有阿卡將齁 因為阿卡將一直試LALAPO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這個 它比上次LALAPO試影院的時候 它擺得更好 比較密一點齁 很齊全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是真密還是假密 他身上是牛奶50梦跟100梦 這裡小朋友 他們的冰封衣是不是 小孩子的冰封衣 好流行喔 這女孩子衣服都很可愛 好小好可愛喔 這個雲朵的上面也好可愛 550 小紗裙喔 好可愛喔 這沙發是什麼意思啦 做的比我還要好是不是 這一件是不是上次你又買了一件BINS BINS的KIDS啊 他是要跟你說沒有差很多嗎 日幣3300 然後台幣750 欸對 他是要跟你講這樣嗎 因為蔡大哥 他覺得穿這樣會跟爸爸一樣 背一顆包包 只要買這個 小朋友要生之前 你就會想說準備很多東西 他幫你準備好 生產前這個 就是要送你朋友的時候 去月子中心要送他的時候 這個是最適合的 HOLA 而且現在都已經有聖誕節的感覺了 欸這是HOLA 感覺起來很漂亮耶 這裡是GARMIN 手錶為主 還有一些他的騎車的啊 D加AF 這我們上次去LALABOR的時候 哇整個大爆炸 還有鑽活動 這很好看欸 冬天就是需要來一種 蘇果 冬天必備 冬天必備 黑色雞皮 很好看 穿起來 細長 細長 細長是不是要從飲食做起 很快速走到底了耶 果然比主管小很多齁 這裡就是一個超大的 UNIQLO 很大 UNIQLO我們就不多做介紹了 只是告訴大家說他真的超級大 原本的館裡面也有UNIQLO 但是沒有他這個這麼大 他這個連過去直接連到後面去 直接是GU 讓你繞一圈之後暈頭轉向 皮包的錢不知不覺 一直拿出來跟他對話 好看的一直放放到最後結帳還是蠻緊的 對 麵包和咖啡這裡有 有義大利麵 這個很好吃耶 酪梨沙拉 哇哇哇 酪梨漢堡 漢堡可以喔 我喜歡酪梨漢堡 我們現在一進來喔 就走到底就沒了耶 我以為他是一個 一個回字型的 或者是一個M字型的沒有耶 他一字型的 所以一樓的話 就是一些大的一些量販品 我們上去看看吧 欸啊這一個樓梯還蠻好看的齁 坐起來很有那種FU齁 雖然小小的一個管 那看起來蠻有FU的 有一個山的樣子 對 這個LITTLE PLANNING 它就是以電池互動的東西 給小孩子玩 像我們會去樂迷樂園啊什麼 那它就是屬於電池 有點像TEAMLAND那種感覺 互動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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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齁 裡面還有這種小賽車 我覺得比較令我意外的是 對面SKETCHERS 還有類超大型的 真的喔 這是有叫KIDS嗎 還是沒有耶 就是SKETCHERS 滿大的啦 但是原本山景裡面的也是很大 沒有 欸你要不要買一雙這種 後面可以這種 直接穿進去的 這是誰 我看韓劇比較喜歡亞瑟斯 媽媽朋友的兒子 可是他那種限量都算一萬 喔有啦 它一樓啊走進來是一字型的 只有一條 但是你進到二樓之後 它就是一個國一字型的 所以二樓開始很多是小孩子的東西 欸 這FUNBOX的Outlet 它寫Outlet 剛剛看到那個FUNBOX賣玩具的 它寫原價商品 在八折 然後如果是特價在九折 然後東西我看也沒有非常的齊全普通 OK 這家鞋墊好可愛喔 他說這個品牌是日本知名的兒童品牌 然後第一次來台灣 有一點紅紅紅 這好可愛喔 這是不是需要給他一個 這也是什麼 這好像他會畫的喔 真的蠻可愛的耶 730是不是有一點沒有那麼便宜 浩港系列的 然後都是手繪的 原創的 所以很多的圖都是屬於滿版型的這樣 他們有很多像滿版的 他們有像小包的 欸這小朋友穿著會不會太過分啊 這個啊 我覺得這水果很可愛耶 這個漢包 太漂白了吧 這個根本就是大人了吧 這是小大人嗎 到底是來拍片還是來逛街 我現在已經確認是來逛街的 可是這一間小朋友好可愛喔 真的很可愛 真的不錯 有女生的也超可愛 那個花邊都很可愛 唉唷 哇這有一個專門MOONSTAR的店耶 對然後還有賣一些小朋友的東西啦 二樓 然後有一些餐具啊 用品啊 其他的東西這樣子 有人叫你啊 不是剛才沒付錢出來就好 二樓走過來就是 通一號館的地方 Choms 這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如果你有在逛一些 Outdoor的東西喔 這也是非常多 來看看他的價錢怎麼樣 一件來就這個怪獸的 I see you 我們來看看價格 不一點點合理啦 人家他那麼遠來的 顏色也都好好看喔 剛剛看他雖然三千多塊 剛剛那一件 可是他說兩件有八折 所以八折之後 現在看起來 跟日本的差不了多少 對 但我那個有一件T恤 我在日本 剛剛買到折價值 特價的時候 才六百多塊 但是 Rato Peak Cafe 這款品牌可不可以 價格雖然高 但是他包的東西很認真 對 然後二樓的另外一邊呢 就是運動品牌的Kids 然後這裡是 Adita 喔很大耶 Adita很大喔 Sketchel剛才是不是有一間啊 是小朋友的 小朋友Kids的 Kids Outlet 你剛講完就出現了 你是不是故意撲梗了 怎樣 你是小朋友我都買Outlet 然後走過來這間賣Outlet 然後前面 散摩室 賣一些高爾夫球的東西 健康的東西 西裝的東西 藏了一間 Stereo 這Stereo在 衣館 原本衣館的地方也是有一間 這個啦 人家說要逛這個 國家地理頻道 頻道 這一間 還OK 小小間的 品項不是很多 但是東西還OK 東西蠻多的啊 我覺得沒有到很密啦 真的喔 穿起來很像他們國家地理頻道的工作人員 這個Mark很帥 對 好接下來我們就前往 山老 這裡就是有這個 Standard Products 這個在台北市民要百貨的大創旁邊有一間 這可能有這個研究的人分得出來 不然我覺得 跟那個Muji 我有點 好像我比較淺 我不太了解 我看起來就有點像 欸這裡也有 前幾天你在 台北地下街 金站那邊的時候 然後你做雷射近視手術 你跑來這邊給我偷買 然後我也看不清楚 你到底是買多少錢 因為我剛做完 看不清楚 你說1888就可以怎樣 不用VIP 超可愛耶 你愛心 怎麼點 這個就是常常在NICOLEAN隔壁的 跟他可以共用一個會員卡 是不是 有把NICOLEAN在隔壁嗎 對對對 因為每次來三井 我就覺得他缺少了NICOLEAN 好了好了 他聽到大家的聲音 他來了 這間東西蠻多的耶 NICOLEAN東西蠻多的齁 場地也很大 一整塊都他的 東西很多 然後還不錯 接下來就是他的FOOKORE 這次也是引進很多的新的品牌 他原本在衣館的FOOKORE就不錯 但是品項稍微少了一點 他買一個飲料搖搖杯的都沒有 像這邊 有啦看到有一些搖搖杯的 廟口鴨肉麵 這個就是 他們一直在廣告 就是有那個鰻魚 我應該買一個回去吃 好啊好啊 後面是用山區相對寬敞一點 好的 很遺憾的他不能外帶 對 好外帶很爽 對但是沒關係 要是有機會再來吃 現在人真的很多 還有前面這個牛角 也是排很長 這次也有很多的 一些經典的東西也都有來進來 這邊 這另外一邊 FOOKORE還算蠻大的 欸 欸 遊戲部欸 以前在我們公司旁邊 這一間欸 看起來是不錯 人也蠻多的 兒童遊戲區欸 小朋友在這邊 台台頭也不回來 跑來這一個浴前上場 雙色每天味道不一樣 今天是玄米茶跟抹茶 嗯 玄米茶跟抹茶本身就很配啦 好好吃喔 好像來到宇宙喔 算是小店面型的這樣 FOOKORE這邊的 嗯 上扇豆漿 OK 南向亭 日本自家常常會來吃的 因為有時候很累 然後還是又很餓 然後又怕踩雷 就是去大阪王將 對然後青菜點兩盤用炒的 現在多了很多選擇 還有捐豆腐啊 中、青、桑、蠔 喔這個排隊欸 家常菜也是 迷生軒 吃慢魚的 吃慢魚的這間人也是很多欸 對像剛剛的FOOKORE更厲害 燒肉餐廳 北海道湯咖哩 是可以喝 湯可以喝的 真的喔 我喜歡不可以喝的 哇這間BBQ HOUSE好酷喔 好妙的咖啡廳 就在空橋一過來的地方 哇這就是一個空橋的地方 前面那邊就是衣館 好的我們快速的來 Review一下給各位 你來的時候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浴室 那我的結論是 我覺得它就是跟它的定位一樣 它是屬於三井奧類一號館 的附屬的增建 然後它就可以在這個北部奧類地區 做為第一名 本來是在年底在南港展覽館 那邊要拍的LALAPORE 那一間的坪數是五萬坪 喔這麼大啊 這八千坪 那LALAPORE當然跟這個性質是不一樣 它都是山景的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成是獨立的一間百貨公司來逛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有點小 那一二樓也沒有地下室喔 一二樓然後三樓是吃的就沒有 但你要把它當成是 這個原本是林口山景的延伸出來 你就會覺得嗯這樣逛起來比較舒服 那我覺得原本你在那邊逛半天 現在可以一天了 所以你應該是來林口山景的時候順便來 你不用特別來 除非說你要去拍片的地方下雨 你真的沒地方 你知道來這個地方很像我們一樣 不然的話你就是下次有來的時候可以來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各位來踏店啊 有空來走走吧 拜拜